俗话说的好,好的产品无穷,我的钱包很穷 大家好,我是Sam 不管你是玩水弹枪、生存游戏、world game的玩家 或者是海外涌枪的枪友 总绕不开一个话题就是 我的描具要用哪个才好 市面上有太多好的描具 什么Trigicon、Aimpoint、Eotech之类的 这些都是品质保证的好厂商 但缺点是 它们动辄超过700美 实在是负担不起 套具广告词 贵不是它的缺点而是你的缺点 那在我们改善我们的缺点之前 我们还是想要拿个好用又耐用的描具,对吧 那本集呢,我买了几个常见厂牌的红点描具 一一比较一下 顺便讨论一下 要怎么样挑选这些入门的红点描具吧 好了,以下先让我们开箱一下 可以看到我们四位参赛者 左上的杂牌 右上的Vortex Crossfire Gen 2 左下的Crimson Tree CTS25 以及右下的SIG Romeo 5 四架都有附成增高桌以及一些小扳手等等的配件 首先呢,是我们杂牌通过的秒正经 可以看到电视坐在我们右上角 高度跟横向的条件呢 有调整刻度时刻度明确 还蛮不错的 采用玄纽式的开关 可以直接从关机开到最大亮度 也可以直接关闭 开关的手感还不错 Amazon的售价是28刀 再来呢,是Crimson Trace的CTS25 在这边给大家科普一下 Crimson Trace是老牌枪长 Smith & Wesson旗下的光学描具公司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电视坐是设计在左边 采用的是按键式的开关 长按关闭 然后一键开启 售价是65美元 第三个是6R的Romeo 5 跟上一个一样使用按键式的开关 它还有自动开关机的功能 长时间不使用自动关机 侦测到移动就会再度开机 所以基本上使用时都是亮的 不太需要担心电池没有电 电池桌设在了右边 调节纽上面有小的旗帜 让你没带工具也可以直接调整归零 售价是120美元 最后是Vortex的Crossfire Gen 2 整体做工是精致 上面还有它们的logo 调节纽也附上这些调节的工具 不过它的开关做的是旋钮式的 而且无法直接从关机转到最亮 在白天使用时就要一路往下转才够用 关机也是一样要一路再转回去 这方面反而倒没有我们最便宜的杂牌设计的好 售价是150美元 再来我们可以看到四个瞄矩的 变光程度跟亮度 总体而言比较贵的两个表现得都不错 颜色几乎没有跑掉 便宜的就比较明显的变色 而红点亮度呢 途中是已经该及时最大亮度的情况 除了杂牌的亮度略显不足 其他三个都是可以接受的红点亮度 好各位 那我们现在已经来到我们的法场了 各位看到的远处就是我们家号的法 那我们要怎么样测试我们这个红点 它的那一阵能力呢 那我会做的就是我先打一发 在把上 然后接下来再连发打30发 223之后 就是我们今天测试的子弹 看到这里有人就会想要问了 为什么你不是拿散弹枪去做测试呢 散弹枪不是可以打这个12G的子弹吗 后座力不是更大吗 那这边有两点 第一点呢就是因为散弹嘛 本来就是散射的弹药 所以龟零对他来说 移义并不是特别的大 而且尤其它是滑糖的 所以子弹本来就会有一些偏差 第二点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嗯我没有散弹枪 好我们继续 在连发打38223之后呢 我会再打一发在同一个把 那看看两发它们的间距是多少 那这样就可以看一看 这四个不同的红点它们的抗争能力是怎么样 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边 参赛者都已经在旁边等待了 然后首先我们第一个要测试的 是我们的SIG的ROMEO 5 好那我们就开始来测试吧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刚刚的Bine Trigger的设置不是很好 不知道是因为是铁壳自然还是怎么样 不过这也是我第一次吧 Bine Trigger跟人来打0.23 所以我们这样已经打完第一波了 30发 那我们等下再测试一下它的准确度 看看它的抗争能力怎么样吧 这个就是刚打的 所以还算不错 在 对 在弯音曲里面 好 这个是6R的ROMEO 5 那我们再来测试 好 up 喔 啊 好 啊 illegal 好 你剛拿右上角這個吧 大家可以看到 两发 右边这个是第一发 左边这个是第二发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两发 都还是很接近的 那我们等下来打的是左下这个吧 那下一个 那我们现在来试一下我们这个拼 也就是我们最拼的这个红底 那因为呢 它并没有办法跟我们的三倍键对齐 所以等一下 没有办法 就只能够 对 一辈子去瞄吧 看看表现如何 好那因为我们刚刚 归零很多次 它好像都还是比较偏右下 但不管我刚才打上把 打在八指的最右下 小八指的最右下 所以我们 等下直接试试看 开始发最后它的归零 会跑成怎么样吧 好那我们来试试看 能不能够打完了吧 好那我们来试试看 可以 原本呢 我打直打在 右下 结果 打完三十把做到自动 我会叫正确的东西了 就是说 我希望 每个人的路都 这么优秀 好 现在我们给大家 大概插了三印 OK 此归会让我们GTS 25 这个没有设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我们打的这四张靶 左上的是SIG的Romeo 5 那它大概是1inch 然后右上是Vortex 那其实呢 这我看也差不多就是1inch 左下这个Pinty也就是杂牌的 没错 一路从靶的边边达到靶型 再来是我们的Quinson Trace的CTS-25 它也是差不多1inch 好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实弹实测的结果 好的那我们实战测试的环节也高一段 后来说说我们的结论吧 首先是到底该不该使用杂牌的 瓢区或者防瓶呢 以水弹枪或空气枪来说 如果你的预算有限 我认为还是可以使用的 比起后座里不会这么大一枪 不会这么大 可以多存一点钱买其他装备 不过其实便宜的整品没有去 如这边的CTS-25 或者是Bushneo的TRS-25 也没有过到哪里去 但是在耐用程度上 我想是大大提升的 但如果是海外的枪游 我认为除了0.22LR的枪还可以试试看 其他更大的口径像是556或762 大家还是乖乖乖的买真品的调区吧 我个人认为CP值最高的是CTS-25 以来是它的品牌是比较有保障的 在提供好的产品时也有便宜的价格 而且它使用的是按键式的开关 会比选拗的在开启关闭时方便许多 而我个人是使用Romeo 5一段时间了 也非常喜欢它的外星 Romeo 5大概是有自动开关功能的 空间中最便宜的 让你就算忘记关机也不太喜欢去担心电池 对住在海外的枪友来说 尽管紧急的时候 剩下开几次个步骤或许就能救你一命了 再来是Vortex的Crossfire Gen 2 Vortex有着终身保固一级的也是很好的厂牌 我也有另外几个它们的秒具 作为本次测试中最贵的红帘秒具 其实还蛮令人失望的 在抗争跟外表方面做得不错 但是那个开关机的旋钮实在是 怎么说呢 非常难用 基本上有紧急应变需求的 就不适合使用旋钮式的秒具了 不过多到这个价格了 不如再捏一点上到各种功能齐全的Vortex Spark 本次的测试呢 还是有很多移植的 像是HoloSound的HS430B 或者是Bushnell TRS25 还有Primary Arms的MD20 这也都是评价很好的入门红电 但是小弟子还是没有钱了 大家有推荐的秒具也欢迎留言分享 整体而言呢 在入门级别的真品秒具 它们基础功能也就是耐震啊 防水之类的 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主要呢 就是你喜不喜欢的外型 想要的是旋钮或按键式的开关 是否有自动开关机等等的功能 那我想大家心中都有自己的一把尺 希望大家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红点秒具 好的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 希望对各位有点帮助 各位有什么建议的话 也请大声说出来 喜欢的话 不要忘了订阅按赞一键三连 我是Zan 我们下次见 拜拜